草莓控最喜欢的时节又到了 没错草莓盛产中将持续到三月份 而提到台湾的草莓之乡 当然首属苗栗大湖 至于中国大陆则是浙江建德 当地人更是把这里命名为草莓小镇 是全中国大陆最早发展温室种植的县市了 从1982年就开始了 那么今年更是率先导入了AI机器人来帮忙采草莓 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动作速度还是有一点慢 但是草莓农很希望未来能够大量的取代人力 林耿贤薛安带我们走访中国草莓之乡 它的前后左右是有360度雷达 它会时刻扫射旁边的障碍物 它会自主规避障碍物 然后进行行进 机械手臂向准目标自动摘果 果农们甚至连看都不必看 这台自动采草莓机器人 在浙江建德市首度亮相 建德又被称为草莓之乡 不仅草莓要种得好 更要积极培养不同品种 现在更结合AI科技 引进了采草莓机器人 就是这一台 不要以为它看起来有点笨重 厉害是透过它的双眼也是这两台摄影机 能够自动判别草莓成熟了莓 首先是我们的视觉系统 双目视觉系统对这个面前的草莓进行一个筛选 它会筛选出始终我们的颜色成熟度比较好的 那个颜色比较亮的我们这个红色 但毕竟是新玩意儿还在测试阶段 单只机械手臂速度无法超越人工 建德阳春桥小镇与苏州博田自动化技术公司合作 引进的机器人对比网络上外国的版本 名字叫做Agruby 是由西班牙的机械工程师研发制造的 两米多的身高和窄窄的车轮让它在草莓丛中穿梭自如 却不会伤害到草莓蜘蛛 目前阳春桥还是以人工采摘为主 希望有天机器人也能取代人力 长时间的工人采摘劳作他会比如说造成他的腰痠背痛 这样子对人工是一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损伤 然后我们的机器人他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大难题 然后正因为如此 然后我们是将这台机器引进 然后对我们的以后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智慧农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吧 眼前这红通通又大又饱满的新鲜草莓正打包出货 但对焦滴滴的草莓来说 一点碰撞都不行 要能长途运送关键在于品种 红颜的这个特点呢 它是果实比较大 第二个呢果实的硬度比较好 是以这个长途运输 或者是我们讲的电商购买 是比较好 那么张机呢它是 口感的是比较绵 比较软 但是它的弹度比较高 涉及一些城市里面 包括一些这个小朋友 它比较喜欢 但是它是不涉及一个长途运输的品种 目前除了栽种最热门的红颜 以及张机之外 也试着培育不同品种 更着重科技化 这个技术的应用里面 我们把这个水的供应的时间 给肥料的供应时间 包括温度的设计的上下调整时间 都可以让它进行自动化 这个模式的设计的是 采与一棵我们的山上的树 这个是最初的设计理念 那么里面的这个整个管线 都是从地底下安装过来的 安装之后呢 通过这个是主管 通过主管之后 延伸到这个支管 支管再到这个盆栽草莓里 那么整个模式呢 就是说达到了一个空间最大化利用 由于建德式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年平均气温约16.7度 土壤酸碱度在6到6.5度之间 适合草莓生长 因此不管在品种 技术以及栽种模式 都领跑大陆各地的草莓农业 透过温室栽种 产季可从每年的12月到隔年5月 今年整个阳村桥草莓小镇 栽种18种草莓品种 种植面积约3000亩 约和1700座足球场这么大 未来若透过科技化管理 势必能大大降低人力成本 建德式中国大陆 最早利用温室大棚 来栽种草莓的地方 目前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种植草莓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也已经有完整的产业链 在杭州市场 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草莓 都来自于这里 我们的整个草莓全产营链的产值在7个月以上 我估计在2020年的产值要达到9个月 走过甜点店饮料店 每年冬季总是能看到草莓身影 拉台冬天饮品满气 各种样子吧 因为它颜色也挺好看的 很幸女生喜欢 对 一般都是女生喜欢 大概我们一天一家店会卖 80到130杯 然后一般是上班族女性 会比较喜欢我们的草莓 我们是用红盐草莓 那它的特色是香气比较够 然后颜色也比较红 甚至在以强调有机无毒饮食的上海餐馆 都能看到草莓入菜 制成沙拉 优格等商品 可见它的魅力早已征服少女们的心 草莓能运用在不同食材上 现在有夜酒标榜 安全种植 不喷洒农药的草莓 更重视草莓的食用安全 有人说草莓是高冷的水果 生在最冷的季节 同时也得百般呵护 目前大陆除了浙江建德外 在辽宁 安徽 江苏 云南 山西 山东 甚至上海等地都有栽种 虽然遍其大陆不同省份 但受到运送成本 以及运输稳定性等影响 依旧无法大量外销 价格同样容易受到影响 现在建德靠着品种与栽种技术 希望未来在精品草莓市场上 技术能够持续领先 TVB的新闻 学校的林耿贤 浙江报道